传道书第四天 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尔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神赐给智慧 平安和喜乐 这圣经能使你 因信基督耶稣 有得救的智慧 祝福你每日亲近神 讨神的喜悦 传道书二章十二到二十三节 死亡之前人人平等 我转念观看智慧 狂妄和愚昧 在亡以后而来的人还能做什么呢 也不过行早先锁行的就是了 我便看出智慧胜过愚昧 如同光明胜过黑暗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 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我就心里说 愚昧人所遇见的 我也遇见 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 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谈智慧人死亡 与愚昧人无异 我所以恨恨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我恨恨一切的劳碌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因为我得来的 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是愚昧 谁能知道 他仅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故此 我转详 我在日光之下 所劳碌的一切工作 心变绝望 因为有人用智慧 知识 灵巧所劳碌得来的 却要留给 未曾劳碌的人为分 这也是虚空 也是大患 人在日光之下 劳碌泪心 在他一切的劳碌上 得着什么呢 因为他日日忧虑 他的劳苦成为愁烦 连夜间心也不安 这也是虚空 在这段经文的一开头 作者认为 将来的君王也会面对 他现在遇到的问题 而他不是用智慧 就是用狂妄和愚昧来面对 然而尽管有智慧的人 比愚昧人来得强 却十分可悲 因为这两种人都会死亡 智慧跟愚昧 因着死亡而没有分别 真是虚空 倘若我们撇开 基督教信仰来看 作者的观点 真是对极了 然而死亡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来看 却要被彻底推翻 因为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死亡 极其不同 诗篇116篇15节写道 在耶和华眼中 看圣明之死极为宝贵 基督徒肉身灭绝之后 灵魂能与主同在 将来还会获得新的身体 但是不悔改信靠主耶稣的人 此后将与主永远隔离 落在痛苦 没有盼望的地狱中 因此即使是死亡 这一件每个人都将经历的事 都会因着人是否 认识神信靠神而大有差别 另外作者也提到 劳碌这件事 当劳碌遇到死亡 人就是虚空的 即便我们努力了半天 一旦死去 依然要把劳碌得来的成果 留给后人 而接管的人 到底是智慧还是愚昧 我们根本无法知道 好比我们喜欢将钱财留给儿女 但是儿女将来会不会善用这笔钱 我们除了无法知道 甚至会为此感到担心 这不是说我们不能为自己或儿女存钱 而是我们必须求神指教我们 怀抱基财在天的态度 存着敬畏神的心形式 因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得胜 如今我们得以拥有永恒的盼望 于是我们在主里的劳苦 都不会是突然虚空的 感谢主 这是何等大的恩典 但愿我们行事为人 都能靠主得胜 并能领受最深的盼望 主啊 谢谢你借着耶稣基督 使我的生命重新得着盼望 我渴望为你而活 并且凡事倚靠你而行 奉主的名求 阿们 导读神的话 罗马书15章13节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 平安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 阿们 是的 亲爱的主 谢谢你 你是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着我们的信心 我们可以从你那里 得到诸般的喜乐 耶 赞美你 阿们 主 我们要从你那里 得着诸般的喜乐 因为我们要信靠你 主啊 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 我们就有平安 谢谢你借着圣灵的能力 使我们在耶稣基督里 大有盼望 感谢主 是的 你是使我们有盼望的神 你是带领我们一生 能够跟随你的神 因为跟随你的人 我们就得着喜乐平安 阿们 是的 耶稣 跟随你就有喜乐和平安 谢谢主 因为你就是我的盼望 主啊 在你才有盼望和喜乐和平安 感谢赞美你 你的圣灵的能力 大大的充满浇灌在我们当中 耶 阿们 主 我们需要你圣灵的能力 大大的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学书主啊 我们一切都在乎你 主啊 你是我们喜乐的源头 是我们平安的确具 主 我要时时仰望你 是的 时时仰望你的人 是有福了 借着圣灵的能力的充满 让我们可以得到真实的平安 我们感谢神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的名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